話說我現在就是在斯里蘭卡的國際機場 我怎樣都要錄一段影片 因為我要坐夜機回香港 在斯里蘭卡旅行的期間 我就在看這本書 這本叫做《被消失的MH370》 為什麼我要錄一段影片呢 就是大家已經好像圍蒙了馬航失蹤事件 但是我依然對這件事很有興趣 當日還記不記得 很多人把疑點放在機場身上 因為應該是拒息了通訊系統 拒息了追蹤系統 而馬來西亞警方也在他的家 找到一個飛行模擬裝置用電腦做的 在他刪除的檔案裏面 就發現其實這個機場曾經去搜尋過四個 長跑道的機場 不知道為甚麼 第一個就是 有兩個在印度 一個就是在馬爾代夫 另外一個就是 印度洋的 美軍基地的島 叫做Diago Sisi 我沒有說錯 但其實還有一個就是 斯里蘭卡這個機場 即是怎樣 但所有報道和之後的追蹤 大部分人都忽略了斯里蘭卡這一幕 那會不會這班迷失的 所謂失蹤的失聯馬漢 其實被騎劫 來了斯里蘭卡呢 躲在深山呢 大家可以細想一下 今晚我上這班機 應該不會消失的